拜登本來明年 還想要用這個 沙烏地阿拉伯跟以色列的正常化 當作他最大的外交政績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圖謀啦 就是把這個順尼派的老大 沙特阿拉伯 拉過來以色列這邊 讓他不要跟伊朗那麼好 那這個也是要去 衝銷掉中國大陸目前在 中東部的一個外交的局面 結果現在哈馬斯這一黨 以色列宣布宣戰 拜登的美夢就沒啦 各位可以去想 那加薩走廊如果有很多巴勒斯坦人死傷 那沙烏地阿拉伯跟以色列 不可能接近啦 他沒有立場 所以以色列跟這個沙特阿拉伯的正常化 就不用激情啦 那拜登在整個中東的布局就 所以川普就逮到這個機會 開始打拜登 說就是你害的啦 哈馬斯的活動是誰在支柱啊 就是伊朗 那誰支柱伊朗呢 拜登啦 因為你把美國凍結伊朗的資金 還給伊朗